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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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天來了 我們要吃西瓜 耶 各位 發生什麼事情 這是西瓜對不對 可是呢 為什麼這邊是果凍呢 這到底怎麼回事啊 我告訴你 最近我又發現一些新點子 因為呢 夏天大家都想要發明不同的甜點 來創造生活中的小創意 所以呢 我們找到一種recipe 它可以讓你的西瓜的果肉 變成果凍 從果肉變成果凍 怎麼變呢 我馬上讓你知道 在那裡 都有些什麼用的 像是師傅 做出來的 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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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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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吃时间到了 经过了一整天的奋战 我们终于把果肉 变成了果冻 那味道到底是怎么样呢 我来吃吃看 太漂亮了 好难下手 我就觉得 音响中应该是西瓜 怎么会是果冻呢 对不起了 我吃了哦 感觉很特别 因为羊菜粉的关系呢 把这个果肉呢 凝聚在一起 然后呢 这里面这个西瓜籽呢 其实我们放的是巧克力 所以巧克力呢 跟这个整个的果冻融合在一起 吃起来的口感 跟西瓜完全不一样 不过呢 非常好吃 好笑在吃这个西瓜果冻 其实还有那个西瓜香味 跟它那种绵密的口感 最主要是 这很考验自己的视觉障碍 你看 它在那边晃动 这 这是西瓜吗 西瓜应该是 很硬才对 怎么会变这么软啊 好软Q哦 嗯 整体来说 很成功 所以建议你们 有兴趣的话呢 一起来玩玩看 跟家里的小朋友 大朋友 大人呆起来 西瓜切切 打碎 然后跟羊菜粉混在一起 然后 就会变成这么特别的点心哦 你们喜欢我们的节目吗 喜欢的话记得订阅哦 我们是KaliNavi 那我们在Facebook YouTube 还有YouCook 上面都有哦